云南闻山秋北线布着黑景区 以喀斯特山水田园风光而闻名 暑期以来这里也迎来了客流量的高峰 游客们最喜欢坐上热气球遨游天空 壮观的风景尽收眼底 看我身边有三个已经充满气的热气球 让我们一起去空中看看 随着热气球的不断攀升 朝阳透过缭绕雾气 极致美景尽收眼底 从高空俯瞰 碧绿的植被覆盖着山体 游客们远离了地面喧嚣 也在美景中收获着一份平和与宁静 我还看到了日出 阳光穿透了云层 照在地面上 仿佛光都有了形状 特别神奇 眼下也正是当地四万亩野生荷花的最佳观赏期 吸引了很多游客身着古装或民族服饰来到这里 拿起相机记录下与河同框的美好瞬间 我的汉服跟荷花的颜色很搭都是粉色 然后我头上也有荷花的小装饰 跟当地的这个荷花非常应景 所以很喜欢这里 除了赏花赏景 竹竿舞 篝火晚会等民俗表演 打水仗也深受游客喜爱 乘坐一夜偏周 穿行于荷花之中 手拿泼水工具 清凉又刺激 看我手上的装备 马上我们就要坐上一夜柳叶周加入 打水仗的队伍来一场 攀畅淋漓的夏日之夜 初步统计 今年暑期以来 蒲哲黑景区接待游客16.26万人次 实现旅游直接经济收入2813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分别增长8.6%和11.3%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